字幕提供 大家好,感謝NPC的介紹,我是Paul 我現在是KATIX的工程師 大家應該都知道KATIX,你不知道你怎麼報名的 我們現在還不是台灣第一的收票系統 台灣第一的今天早上講過了 我今天來補充一些可能第一名比較不好意思講的東西 先講最重要的事情,前面這邊有貼紙可以拿 等一下大家想拿可以來拿 第二件重點是,好,題目是錯的,沒有最後的事情 其實現在用更多的Ruby,Go其實只佔了一小部分 當初的時候,如果你知道KATIX的一些歷史的話 KATIX很早就是用Rails寫的 從1.2開始一直用,用到現在4.2 都一直有跟著升級,然後雖然很苦,但是都跟著很緊 那不離不棄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其實很簡單 在KATIX成為推不倒的收票系統之前 你要先確定真的有人想要來推倒你 那畢竟也不是在街上喊一喊說 快來推我快來推我就有人來 那為了要做到這件事情,為了要吸引人來之前 有很多一些基本的功能其實是蠻瑣碎的 那這些功能像是金流 早上提到很多金流 那金流很瑣碎,有接過的人應該都覺得很痛苦 那或是有你要處理很複雜的登入的登出的機制 或是你有像現在各種奇怪的站越來越多 你的OOS越接越多,從Facebook接到Google Plus Google Plus了,然後GitHub,Twitter等等 反正你接不完 然後接完之後又有人跟你要OTP兩部驗證 那做完這些之後你又要做全線管理 譬如說有人會跟你抱怨 我的組織裡面要有大頭目中頭目跟小頭目的差別 那你就要處理 那接下來你要產出各種奇怪的報表 財務要看報表,會計要看報表,法務要看報表 連客戶也要看報表 然後做完報表之後他們又會覺得網站不好看 所以你要做很多奇怪的表單 做一些版面的套版 各種的布景主題的選擇 那這些東西說起來也算是蠻複雜的 而且它很瑣碎 那這些的功能其實剛好都是RELS適合的場合 它有很多現成的套件去處理這些東西 那改起來或是處理商業羅技 其實在RELS上也是比較方便 所以目前Creatics只要是跟這些比較商業羅技 這些東西相關的那種機制 其實都還是用RELS在做 那為什麼 那你做完了嗎? 做完之後就好用嘛 就開始有人想推倒了嘛 那然後就真的倒了嘛 對不對 但是導戰是一時嘛對不對 我們的目標是改善台灣的購票環境 所以倒了就倒了嘛 臉皮厚一點 把老闆推上台 來去Cost Cup講Lighting Talk 就解決了嘛 對不對 像當年2011年被推倒了 老闆就上去講Lighting Talk 那但是也不能光被推倒啊 那每次被推 也不能每一年被推倒 然後每年就把老闆推上台嘛 對老闆會生氣 所以那你就只好各種優化 那RELS的優化 不在今天主題裡面 但是如果你試過的話 你會知道招數有限 有時候有些功能其實是跳不太動的 那有時候當你真的受不了 你就開始想 我可不可以在Ruby裡面寫主語 那當你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請趕快冷靜下來 趕快找一個好友暢談一下說 讓他阻止一下 不要走到這個邪魔歪道上面 這是個不歸路 對所以那當你走到這種程度的時候 怎麼辦 所以那後來我們這邊就選了 要找下一個語言 那我們這邊是選了go 那為什麼選go呢 那當初其實有些其他的選擇 譬如說有 Note.js啊等等的東西 或是用CRC++之類的 Java之類的 那為什麼選了go呢 其實第一個很簡單 因為go夠快 它滿足得了我們的 效能的要求 那一台go的機器 基本上可以打十台的Rails 沒有問題 那它的用量也是 差距很大 它的機體用量大概是五十分之一 CPU的用量也大概是十分之一 那啟動整個Saver跑起來的速度 大概有十倍快 那啟動速度其實是 你感覺好像啟動速度不是很重要 就是你覺得機器開了就開了嘛 但是 呃 當你要做一些比較複雜的 一些Deploy的環境的時候 啟動速度其實蠻重要的 如果你的 比方你快到二色的啟動 整個Pulse 整個Stack的Pulse 想要花半小時 那 你的AOS給你做得再好 其實也沒救 因為你就有三十分鐘要開 那邊要開機 那其中數字在這種程度下 其實蠻重要的 那 在這些效能方面 其實剛好是可以滿足我們的需求 那第一點是它的效能夠 那第二點是 夠這個程式語言 其實相對於其他的語言而言 譬如說 Java Nodes S CJDA 它那個 你可以說它的表面積比較小 它是從Google本身的實際的需求 就是實際的要 教一些新進畢業生 剛進Google的時候 要讓他們有一個語言可以用的時候 而設計出來的 那這個語言 它相對於其他的選項 比如說 CJDA Java Nodes S 我覺得是 它編譯的速度夠快 它整個語言的設計 就是 就是以編譯速度這件事情去做下去的 所以它的語言設計上 它讓它的 譬如說你的語言 你compile要編譯的時候 你要做一些dependency的分析 那它的語言設計 讓這件事情變得非常單純 那它可以幾塊的速度做完這件事情 那編譯速度快 你現在大家都會寫測試嘛對不對 大家雖然有點心虛 但是大家都會寫測試 那寫測試的時候 你每次寫幾行code 你就要跑一次測試 那編譯速度快 你跑測試的速度就快 那你跑測試的速度快 你開發的速度也才跟著快的起來 不然你寫改幾行 然後你就要跑一個30分鐘的測試 那這樣其實 蠻花時間的 你的員工可能會每天都在逗見 那 再來是它的語法其實 相對於其他的語法 比如說相對於C++而言 其實它是相當單純的語言 那 有一些語言 譬如說有一些語言當初 當初 早上當初 當初有人設計的時候 就是 可能有一些 考慮不周的地方 所以導致它有很多所謂的 bepop 那 當然過了這麼多年了 大家都覺得 知道說這些bepop不要用 那go的想法就是 它基本上 它不提供太多複雜的機制 所以 你要寫出一個完整的code 完整的專案 你大概就把它的語法用完了 你也沒有什麼別的多的奇蹟銀橋可以用 那 好處是 當然說 當然這樣就變成說 你寫出 不好維護程式碼的機率就降低 因為你寫不出來 沒有那些複雜的奇怪的功能可以讓你用 那再來是大家寫的code會差不多 它也有提供內建的格式化的工具 那它可以讓大家寫的code的格式其實都一樣 那對於 如果你要train一個新人上手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特色 它不會讓你這個新人看到每個人寫的code style 都不太一樣 用的風格也不同 那 比如說train起來會是一個比較大的門檻 那再來是go的工具鍊 其實相對於其他一些比較 一些語言 甚至相對於一些古早語言 它的train其實是相當完整的 它 在剛裝好的那一瞬間 你就有了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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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在讓新人上手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方便的事情 不然有時候train新人 每半年都發現到 那份穩健過期了 要修改 那 當你有個夠穩定的default工具的時候 其實這也是一個蠻好的優勢 那當然現在大家也都 用自己喜歡的編輯器嘛 對不對 你喜歡用Vid 你喜歡用emax 你喜歡用sumline 你喜歡用atom 甚至你喜歡用ide 等等等等的東西 那其實這些東西 這些編輯器 對於go 都其實有蠻成熟的支援 不管是語法的highlight 或是一些自動補完 其實都蠻現成的 那所以你就不用花太多時間 在調教每個人的編輯器上面 那這點其實我覺得 是在一個team裡頭 其實它是一個 容易被忽視 但是 你會 你會 突然間感覺到 這東西其實蠻方便的 這樣一個特色 那再來另外 go有一個好處是 因為它編輯出來的是 靜態的 二進位執行檔 它沒有什麼 額外dependency要裝 所以你很適合 偷偷的在公司用 譬如說你可以偷偷的 用go寫一個小工具 然後編輯好 然後 丟給同事說 我寫了一個script 這其實是用python寫的 剛剛不好看 對 然後它也不知道反正會動 對 然後 那這樣的好處是 你可以自己開始先試試看 試著使用 那你寫好之後 要丟給別人 去試試看的時候 它不需要去 裝太多的 一些dependency 譬如說 有些人不喜歡在自己的 開發機上 裝一些node的工具 有人覺得 你居然要我在機器上 裝個npm 你是不是 想著我 那這種時候呢 這種工具 就不會有這種奇怪的爭議 那它在這方面就很好 所以它很適合寫一些 自動化的一些小工具 然後幫助做一些簡單的 一些輔助的使用 那它cross-compile的能力也很強 那你 反正你不用管人家是什麼平台 那基本上你要在 Mac上寫 你要編輯到 Windows 編輯到Linux 都很方便 那它內建都很完整的資源 基本上指令打下去就會動 那所以這一點我是覺得它蠻適合 所以Duck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選了用Go寫 因為Duck基本上是一個 它要跑很多額外的其他的指令起來的一個小工具 那所以它基本上選了Go Go其實非常適合這件事情 Go你只要把Duck裝下來 那個binary裝好 那就可以開始用了 不需要額外裝其他的複雜的東西 OK 那 KT其實不只是 15G的 不只是後端再用Go 其實 今天沒有出場 我們有個定點式的驗票機 也是用Go寫的 它速度還蠻快的 一分鐘大概可以吃 讓25個人以上入場 那 上不去的是因為 人的壓縮率有限 就是排隊排不了那麼多人 大家總是要一個一個進場 那這個東西背後也是用Go寫的 它基本上它的後端是Go 前端是USS 那它其實是一個很 它是一個蠻單純的 Servicline的架構 就是你可以把多台的 研票機連線在一起 讓它們之間的資料同步 那 這樣好處就是 假設你有 20個閘門 那你就不會發生說 因為資料不同步 然後 有人在A閘門進場之後 他會在B閘門進場一次 他不會發生一種事情 那它是用一個叫Go Serial的 Library去透過USB去 跟QR Code Scanner 做溝通 那前端是用 Angure 前端是用Angure 前端是用Angure寫的 那那個本來是用Angure寫的 然後後來 我用8小時 影視法換成Angure 不過是另一個故事 就不重要 對 那 它很快 不過當然也是有 有推的地方 譬如是當年 小巨蛋入場的時候 然後 開了前五分鐘 網路Rawker被踢掉 所以斷線了十分鐘 然後跟Go完全沒關係 只是澄清一下 裡面發生了這件事情 對 那剛剛講了很多Go的好處嘛 但是其實Go還是有一些 不太方便的地方 那 第一個 畢竟它在台灣的社群裡 可算是一個比較新的東西 所以 你要找人的時候 其實不太方便 對 連現在很夯的是什麼 Ruby on Rails 對不對 你跟他說 要不要學個Go啊 他就會覺得你乖乖 對 那所以 就這困難 所以我現在還站在這邊 來跟大家傳教說 趕快學一下Go 然後趕快把這個社群擴充一下 趕快讓缺人的公司找得到人 對不對 這是一個小小的希望 那 再來另一個是被說到爛的一個小缺點 就是Go本身的Dependency management 其實不是很完善 它雖然有內建的工具 但是不是很完善 它沒有辦法去鎖定說 我Dependency 要用某個特定版本的韓式庫 所以 它會 它會預設去抓那個Library的最新版 那這樣有時候會造成你的 便利的不穩定 因為你就是 只支援某個特定的舊版的時候 那就很麻煩 那 還好是因為這個問題很久了 所以 大家一起了很多很多工具 那目前 我們這邊KX用的是一個叫做Gum的這個工具 那我們用它其實 一個原因是因為它的 運作邏輯很接近Ruby的Bundle 因為畢竟 本公司還是有很多次現在寫Ruby的 那它自信起來 它整個運作邏輯其實跟Bundle比較接近 它對於你的開發環境的一些設定的要求也比較少 它不會要你一定要設好一些複雜的環境變數 所以這是我們選的 那另外一個很流行的叫做GoDep 就是第二個這個東西 它很流行 如果你要在Heroku 大家知道Heroku嗎 如果你要在Heroku上面 跑Go的 你的寫的Go的後端的話 它會要求你一定要用GoDep 裝好設定你的Defendency 但是其實 說真的這個工具對於你的環境要求實在是蠻高的 它會要求你的專案的放的路徑要放對 環境變數要設對 它才有辦法運作 其實如果你本身是很多種語言混在一起開發的話 這些設定有時候會互相打在一起 所以對我們而言並不是非常的好用 但是它很流行 所以有一點欠興的話也可以試試看 那另外一個是一個火熱熱 上禮拜才出來的一個東西吧 叫GB 那這個東西蠻有趣的是 它不像其他的工具 其他完全不依賴原本Go內建的安裝工具 它完全 它自己從頭寫了一套script來處理這些繁瑣的事情 去 它會自己去想辦法Path你的Defendency 自己想辦法判斷你的Defendency 裝在哪裡 該用哪一個版本 那它也不需要寫額外的設定檔 因為其他的你都要寫一個像 如果你寫Rails 你知道Rails有Ginfine的東西 就是你要指定你要用什麼樣的版本的 那個EI的Library 那Go GP不需要 GP會預設你現在用的就是你要的 它會自動幫你Lock起來 那它速度也蠻快的 它跑起來 它也不需要額外的設定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 GP這個東西我覺得應該算是接下來 比較有前途的工具 那我們可能接下來可能會考慮改過去 OK 那另外還除了語言本身之外 每當你要引用一個新的技術 進到你的TechState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些潛在的成本 這成本有時候其實不太好遇到 什麼樣的成本 譬如說 你公司原本可能有CI 那你的CI 現在就要多支援一套一種語言 就是語言可以完全一套自己的做法 那或是你原本的自動的 如果是有Deport的工具 的Script 現在它也要做第二件事情 那這兩件事情可能是平行的 可能會有不同的時機 譬如說你Deport Rails跟Deport Go 的Timing可能就不一樣 那這些都要處理 那剛開始可能 剛開始用的時候可能只會覺得 新技術好爽 但是在處理這種開發上 那種維運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這種潛在的成本 其實有時候會讓你蠻痛的 所以一開始要確定一下 你的基礎建設可能夠好 或是你的環境夠單純 就沒有CI也沒有Deport 也不好測試 你就所有程式碰 都直接SSG上 server 也是一種辦法 對 那 不過這樣好 以後會有可怕的事情 對 那還有另一種可能是 原本你的邏輯可能是 用你原本現有的State 或者是PHP還是 Rails也好 那你現在換了一個語言 你可能 為了效能 你要把它Port到新的語言上 如果只是Port單方面的Port還好 有時候為了一些複雜的原因 導致你兩邊都要留著 這一份處理的邏輯 那你就兩份一樣的東西 那這種狀況非常的痛 所以 大部分你都會處理一些 用一些SOA 或是Microsoft Service這些 遊行的架構去處理 讓你的Service變多 你的溝通介密變多 你的維護成本也跟著變高 那還好呢 是因為 有個東西叫Duck 聽說可以用很多Guck 這是真的 所以 我們基本上 上面提到很多問題 用Duck可以解決得不錯 那 這不是我們主題 請參考我同事去年 有個叫ContainerSubmit 2014的Conference 去翻他的Talk 對 好 那所以 這邊不是我的重點 OK 所以這些基本上是選購的原因 基本上是效能 然後開發環境的緩整 然後還有它很容易上手 還有Depore也是容易 因為它是Compat to Binary 那 剛剛講的是技術的演進 那接下來是一些 算是文化的演進嗎 當年KMIS才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才是2007 2007你有多久 那個時候iPhone一代才剛發表 假如是還沒死 然後 現在大家覺得理所當然的東西 Stell 4跟Github都還沒出現 那那個時候是一個 你要卸網絡 你只能支援IEU的時代 IE7才剛出 所以那時候其實非常 感覺不久 現在其實已經很久了 那那個時候還長這樣 就有沒有用過這個古牢畫面 還叫Restational的時候 對很多人用不出來 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都是辦一些社群活動 比如說Punch Party 或是Ruby Tuesday Ruby Tuesday還沒有在辦 好對不起 我為了尷尬的問題 對 我知道Punch Party已經結束了嘛 蠻可惜的 那時候辦一些社群活動 但是後來越做越大 開始辦一些大的Conference 2011年的時候Costcard 辦Costcard 然後就被推倒了嘛 那時候老闆上台講 Lighting Talk 就講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翻譯一下 2011年我們怎麼賣票了 怎麼賣票 用一台伺服器 用一台Leno 1536 賣票 那當然就倒了啊 那後來做了一些改變 然後到了隔年2012 還是倒了 對 多開這次證明光是多開Leno 是沒有用的 對 那繼續改 繼續改 改到2013年 終於活下來了 那活下來之後 突然間也不知道什麼 就變成打不倒的收標題了 然後 當然被推倒了都要上台講 沒被推倒當然也要講一下 所以有興趣看那個時候的 系統架構的話 也可以去看那個時候的東西 那現在換名字變成Petis 那最近這一兩年 社交系統蠻夯的嘛 對不對 早上很夯嘛 對 大家都知道 今天有很多 搶效暴動的事情嘛 那剛剛我們也是做很多努力啦 那譬如說我們現在 因為大家有所有網路網路網絡店的人都知道 網路是不會讓人變暴利的 Lag這件事情才會 對 所以 所以為了解決 讓你覺得不順這件事情 我們做很多 譬如說像是 即時選位啊 就是你可以即時看到 現在誰在這個會場上 搶掉了你的位置 那 如果你比較 想要 不知道可能會 以後可能會做一些奇怪的功能 去讓你把它提走之類的 對 然後我們還做自動配位 我們會讓 你預設就選到最好的位置 那我們會有一套演唱完 就選到最好的位置 那最好你就不要 就不要再去自己選位置了 最好直接看到位置就趕快買走 那這樣大家買太多順 然後 就不會有太多奇怪黃牛的折磨 OK 那 早上秀了很多數據 我們也來秀一下數據好 當年2012年的時候其實 我們很 其實一台機器嘛 一台機器賣的了多少 一台機器我們一分鐘即時的 賣60張票 那到2013年的時候做了很多修改 它只是成多少 30吧 大概可以賣一千 一分鐘大概可以賣一千八百張 然後2014年 我們調的話 好像這時候開始用購嘛 然後開始做一些調整 看可以換到六千六百張 那一直調一調一調 調到今年年初我們做壓策的時候 是可以一分鐘賣十萬張的 那 也就是 好像那個時候那個數字是多少 這個數字是 大概是 呃 好我忘記了 怕我亂講到你要被罵 對 總之 我們為了 讓大家買票體驗越來越好 搶票越來越順 所以其實做很多辛苦的改進 那 所以 為了繼續做這件事情 讓大家不要再受黃牛的折磨 呃 我們需要大家幫忙 如果 你趕快 不知道要學什麼 趕快學go 然後趕快投履歷 這是一個用售票題 售履歷的概念 對 你有興趣的話 就把履歷往這邊送 對 那 所以我們現在貼蹄子在爭彩 那有興趣的話 我們正前端後端 好像還有一萬設計師 那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偷一下 那 我想就到這邊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不管是對於賣票 欸 請說 請說你們那個金流部分是 可以自己留下 信用卡號嗎 而不是 引用那個 金流公司的頁面嗎 呃 對 我們 KT是有自己存信用卡資料 所以你可以直接 直接刷卡 我記得是這樣吧 沒有純了 沒有純了嗎 好對不起我錯了 對不起我錯了 沒有錯了 沒有錯了 對 那邊有黑黑的冷靜一下 對 好所以應該是沒有 怎麼樣 怎麼了嗎 那你們那個頁面是怎麼樣 然後大概基本上我們完成的 就是信用卡的頁面在你們的頁面 而不是在第三方金流公司的頁面 其實我們 Banker就是接那個 我們是接金流公司 所以我們還是接他們的頁面 我們是先輸完資料 然後塞到他們的頁面去嗎 我記得是這樣子 對 所以還是 還是意外 那不是說你們怎麼樣去 把你們的資料 在那個 信用卡的卡號 在你們頁面輸入完 嗯 再送回去金流公司 一般都是 直接會導向金流公司 信用卡頁面 輸入頁面 這應該 看金流的API怎麼做吧 雖然API有時候都蠻可怕的 但是 好 其實細節我也不太記得 不好意思 對總之 我們是直接 基本上我們這邊沒有做太多特別的處理 因為我們沒有KKback這種東西 所以 我們還是接一樣的金流 對 那我們還是用一樣 跟大家一樣的API 那 不好意思 這個問題 我沒有不太能解答 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不太喜歡金流公司的頁面 好像他們說規定又是這樣 對 必須要導到他們的頁面 可以換一家金流公司 蛤 可以換一家金流公司 或是 或是台北銀行也是一種選項 銀行為理你 哪一家金流公司 有很多 你們是用哪一家金 可不可以透過一下 我們用哪一家 我們用那個藍青 還有PayPal 對啊 其實蠻標準的選擇 台灣就是紅藍綠 紅藍綠 還有PayPal 不好意思再請問一下 如果說用你們頁面 他們是不是要加錢 這我就不知道了 耶 這基本上不是我 郭月部分可能 好 這種細節其實我就不太了解了 對總之它很Magic 可能就是這樣那樣 對 那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請說 Rails是怎麼跟Go做創建 或者Go是在加速哪一個方面 現在Go主要加速的是 購票的整個流程 包含你建立訂單 然後選 選座位 這種比較競爭的部分 都是用Go寫的 那除此之外 其他的一些會員邏輯等等 都是Rails寫的 那他們的溝通方法 其實他們算是 你可以說他們是共用DB 他們基本上是 因為這兩部分的API 是完全分開的 就是我們有後台 有後台就是Rails寫的 我們有單純給前端跑 吃前端做選位 那些東西是用Go寫的 所以他們背後是同一個DB 但是整個邏輯是分開的 所以你可以說他們用DB在溝通 對 請說 那你的Server是用哪一個 是用Go自己的Server嗎 對 我們Go前面有檔 AWS ELB跟Nginx 然後後面再跑 Go自己的Server 所以有三層 請說 你們選位是那個 真的一個空間 對啊 就是一個 你就像一個棋盤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 集中在那邊玩貪吃蛇 就可以點點點點點點 你可以看到敵人在點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那個 不是點點那個強調的時候 那個LAC 怎麼會有效果 會 其實這部分還蠻 吃效能蠻不好做的 好 但是 這樣子體驗比較好 對 所以它是有很多LAC 沒有錯 就是為了讓它快 所以才換了 做很多辦法 比如用Go 對 然後 我被NPC 阻止了 等一下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前面聊天好了 不要造成NPC的困擾 那今天先這樣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